我的土地就會變得很有價值 這個是沒問題的 所以一般來講他們也都會答應 那如果他們不答應 當然這個盡量避免 所以我們可以想出很多的idea 鄉下人最怕溫情公事 所以我們找一些當地的旅居 去跟他勸說 在大陸廣告之下 他也不好意思說什麼 到後來大家都很開心的 把這條路透寬成功 那你說 我看一下 這輛水泥車還好 還好 可以避火 不然的話 就完蛋了 如果我跟在水泥車公園 那時速大概只有10公園 才會溫暴 道路破壞 水的問題解決 那這樣就 這塊土地的優點 就剩下優點了 因為它的海拔 將近900 它前面呢 又沒有東西擋住 所以它的景觀是好得不得了 那因為這個地方 大陸這個地方 平時都是進攻狀態 所以呢 可以講 幾乎天天都可以看到雲海 漂亮的雲海 那我們到山上來 最主要的就是說 誒 我要放鬆 我要健康 如果說 我用山上的土地 種樹 種水果 誒 種樹 其實種樹是最賺錢 而且它那個賺錢 是賺到這樣 裡面的都看不出來 好 像一棵 一棵好的樹 你種個十年 二十年 你賣個幾萬塊 是正常的事情 如果種個一千棵 你想想看 十年之後 你就可以賺幾千萬 好 那比什麼上班都還要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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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